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我们结婚三周年还有一个月时 公司董事长张姐带我一起去德国分公司处理一项业务 本来十天的工作六天就完成了 张姐去弗莱堡看她妹妹 我给魏琴买了几件衣服 也没事先通知她就回国了 想给她一个惊喜 飞机落地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打车到家后正好一点整 我轻轻地打开门 捏手捏脚地穿过客厅 推开卧室的门 按到墙上的开关 卧室的灯亮了 眼前看到的一幕让我目瞪口呆 气血上涌 整个人仿佛石化了一样一动不动 床上两个人交静而眠 紧紧搂抱在一起 虽然女人的如云长发遮住了半个脸庞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是佐娜 我的闺蜜 从小到大的好友和我的丈夫睡在一张床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整整一分钟 我感觉自己喘不过气来 胸口像堵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难受得要命 头疼得似乎要炸裂 我的眼里闪着怒火 差一点就要咆哮起来 有一个声音从心底传来 冷静 冷静 我深吸一口气 没让自己变成一头愤怒的狮子 撕裂这一对肩肤淫妇 拿出手机 我录了一段视频 然后关了灯 带上行李箱 出了门 到一个稍微离家远点的酒店住了下来 在我离开后 魏琴从床上起来 披上一件御衣 他神情严峻 走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一只又一只的抽烟 黑暗中烟头忽明忽灭 他的脸阴晴不定 倒在酒店的床上 我放声大哭 愤懑 委屈 不甘 一股脑地涌上心头 直到哭累了 才沉沉睡去 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十点多了 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眼睛红肿 憔悴不堪 我退了酒店的房间 一个人在街上闲逛 走到一个广场时 一群人围在一起 听一个男歌手唱歌 男歌手一头长发 怀抱着一把吉他弹唱 歌声低沉浑厚 不时响起一阵掌声 歌手身旁有一个牛仔包 上面贴着一个二维码 供打赏以用 我听了一会儿 扫码打赏了一百元 离开了广场 我在公园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午 下午六点多 才回了家 魏琴还没回来 我随便洗了下 靠在客房的床上刷着手机 刷了一会儿 我放下手机 静静地躺下来 快十点多时 魏琴回来了 他在我门前迟疑了一会儿 但还是没有进来 他进了主卧 再没出来 第二天六点多 天还没亮 我就出了门 我不想见到魏琴 至少现在不想 车子从地下车库驶出时 收到魏琴的一条微信 再见 我浑身打了一个喊站 从小区大门出来 车子左行驶上一条有些坡度的路 由于前面就要右转向了 我踩下刹车 放缓车速 不料 刹车却在此时失灵 车子顺着下坡越来越快 我惊慌失措 弯道尽头是一条河 河水很深 车子撞断河边的护栏 一头扎进河里 我眼睛一闭 心想 完了 咚的一声 车子停住不动了 却摇摇晃晃 我吓得花容失色 睁开眼睛望向车窗外 见车子横跨在一条船上 船头用绳索系在岸边 哇 怎么回事 这是谁的车子 一个人大声喊道 我看到 竟然是那个歌手 他赤裸着上身靠在船头 似乎是刚从梦中被惊醒 我摇下车窗 是你 他认出我来 小船百来百去 我战战兢兢 怕车子从船上掉进河里 不要怕 我来报警 一会儿警察会来的 歌手说完 掏出手机 播了110 此时天刚微微亮 警车来得很快 我被救上岸 车子也被吊起来送去修理 我对警察连声道谢 一位帅气的警官说 你应该谢谢这位朋友 如果不是他把船停泊在此 恐怕你的车子掉进水里 你也有生命危险了 我鞠躬致谢 歌手赶紧说 我还要谢谢你呢 你昨天打赏了我一百块 我晚上喝了点小酒 借了朋友一条船在月下游荡 晚了 就停在这里睡船上了 这么巧 就碰上你了 好了 我也要把船还给朋友了 他遥传而去 帅气警官见我依然有些惊计 开警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才离开 我进了门 看到魏琴正从卧室出来 他看到我显得特别慌张 嘴唇哆嗦嗦嗦的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不能回来 这里难道不是我的家 刚刚经历过生死劫难的 我对魏琴的背叛恨意小了一点 是 是 是你的家 魏琴穿上西服 拿起公文包匆忙走了 我知道 魏琴已经知道我发现他和佐纳的事 他是个睡觉有一点动静就马上醒来的人 那天我开灯时他就醒了 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所以装睡 而他也知道 我是知道他醒着的 我们各怀心事 只是没有戳破而已 三天后 当我把律师起草的离婚协议拿到魏琴面前时 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由于没有孩子 财产分割相对简单一点 房产一套价值500万 存款100万 我不要房子 因此魏琴要付300万给我 车子一人一辆 我仍开我那辆宝马 魏琴似乎不想和我再有纠葛 他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 好像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原以为他不会那么痛快地打钱给我 至少也得拖个一年半载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把300万打到了我的卡上 这让我很意外 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暂时住到父母家 一周后 我和魏琴到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正式结束了三年的婚姻 这天 我路过试儿童医院帮一位同事取药 正在排队时 从一个诊室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接着 从诊室里出来三个人 准确来说是四个 魏琴的妈妈抱着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婴儿 还有魏琴和左纳 我和你都是B型邪 孩子怎么可能是AB型邪 魏琴显得怒气冲冲 说 这是你跟谁的野种 左纳起是省油的灯 柳梅倒树 单凤眼上挑 老娘又没嫁给你 你管是谁的种 你这个贱人 敢给老子戴绿帽子 魏琴一改平时温文尔雅的形象 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挥起拳头就朝左纳脸上打过去 没有人想到魏琴会打人 包括左纳 猝不及防之下 魏琴的拳头重重地砸在左纳鼻梁上 只听咔嚓一声 左纳的鼻梁骨被打断 鲜血瞬间从左纳脸上流下来 滴落到他白色的裙子上 地板上 左纳捂着鼻子 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魏琴不依不休 揪住左纳的衣领 眼睛里冒着火 今天你不说是谁的 我打死一个贱人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急步冲过去 一脚踢在魏琴小腿上 魏琴疼得呲牙裂嘴 放开了左纳 抬眼一看是我 没好气地说 没血 这儿没你的事 你少管闲事 我冷笑一声 我还就管定了 怎么着吧 魏琴右手一把想推开我 我抓住他的胳膊顺手一带 脚底一半 魏琴重重地摔了个狗啃地 我是空手道六段 魏琴以前一直以为 我只是个花架子 他被激怒了 从地上一跃而起 挥起拳头打向我 我脚步迅速移动 右拳迅雷不及掩耳地 砸在魏琴的上臂上 他的胳膊像断了一样垂了下来 我膝盖狠狠地顶在他南根处 他疼得弯下腰 露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小雪 魏琴想谋害你 趁你出国时 他动了你车子的刹车系统 让你差点出车祸 他打电话 我偷听到的 你相信我 左纳右手捂着鼻子大声说 魏琴眼里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惊慌 小雪 你不要听他胡说 他是个疯子 一年前是他狗引了我 才导致我们离婚 我真是悔不当初 我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离开了医院 走在路上 我想着左纳的话 越想越觉得可疑 难道那次意外的刹车失灵 真的是有人动了手脚 魏琴 他不会这么心狠手辣吧 既然他想跟我离婚 也用不着对我痛下杀手啊 是怕一离婚 我分走一半的家产吗 毕竟婚房是他家全款买的 我突然想起一年前 魏琴买的一份商业保险 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个发生意外 另一个将是保险受益人 货赔金额是五百万 魏琴他不会是早就有了这样的心思 我万一真的发生车祸 他不但避免离婚时 我分走一半家产 还能获得五百万保险赔偿 可谓一箭双雕 我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 毛骨悚然 连续几天我吃饭不香 睡觉常常被噩梦惊醒 以至于精疲力尽 显得非常憔悴 周六阳光明媚 我正在河边散步 一个长发披肩的美丽女子朝我走来 她一说话 露出了一口晶莹白皙的牙齿 姐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 她是我的表妹婉西 我就出去散散步 没带手机 我说 姐 看你这无精打采的样子 是不是病了 婉西关切地问 我摇摇头 把连日来困扰我的问题 大略对婉西说了一遍 哎呀 原来你是为这事烦恼啊 大可不必了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 魏琴的事的 婉西拉我坐在河边的石凳上 魏琴被捕了 罪名是谋杀罪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她谋杀谁了 你呀 你那次车祸 不就是她背后搞的鬼 可是 只是怀疑 没有证据呀 不但有证据 还有证人 怎么找到证据的 婉西的话 让我精神一震 急切地问 婉西轻浮了 一下额边的长发 前几天 陈军经手了一件案子 陆方 涉嫌贩卖儿童罪被抓获 陆方贩卖儿童 我有些吃惊 陈方是魏琴表弟 在一个小区当保安 没错 婉西用她一贯的淡定口吻说 陈方卖的还是自己的儿子 陈方婚都没结 哪来的儿子 我如均卖儿童谷 你不是在医院见过佐纳的孩子吗 那不是魏琴的 是她和陆方的 见我眼睛瞪得六圆 婉西顿了一下继续说 陆方在佐纳住的小区当保安 一天晚上 浴室灯泡坏了 魏琴不在 她就叫陆方去换 换完灯泡留她吃饭 两个人喝了点酒 陆方看着佐纳性感撩人的样子 色心大发把佐纳给绊了 佐纳怕魏琴知道 也没敢声张 哪知就这一次中标了 魏琴在医院咽血 才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 激怒之下打了佐纳 两个人分道扬镳 佐纳没结婚 带个孩子还怎么嫁人 想起来孩子肯定是陆方的 于是把孩子扔给陆方 出国散心去了 陆方尚未结婚 哪里会带孩子 又找不到佐纳 于是通过一个中间人 把孩子卖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 收了两万元钱 天哪 这都什么事啊 我吃惊不已 陆方对自己的罪行 供认不讳 她为了给自己减刑 供出了魏琴谋杀你的事 魏琴花五万 雇佣陆方动了你的刹车系统 想置女死地 两人的交易被陆方录了音 加上银行的转账记录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 魏琴无可抵赖 只好招供了 婉琴的声音依然波澜不惊 等待她的将是冰冷的铁窗 我该 最有应得 我狠狠地说 渣男得到惩处 这回你该开心了吧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婉琴说 好啊 哈哈 银灵寺的笑声 飘散在清澈的水面上 回荡在我的心里 还真是恶人 自有天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